現在你買電視常常會看到一些專有名詞 什麼LED、OLED、QLED、QDLED、MiniLED、XLED一大堆的 那這些電視種類的名詞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我現在就帶你來一次搞懂 首先大家要知道一個最基本的事 就是現在市場上的電視就只有OLED 也就是OLED跟液晶兩大類 名詞中只要出現OLED的就是OLED電視 名詞中如果沒有OLED的不管叫做什麼 通通要歸類為液晶電視 OLED電視通常就是只使用WOLED面板的電視產品 WOLED是LG Display最早應用在FHD跟4K OLED電視上的面板型態 供貨給各大電視廠商作為電視的面板 WOLED的面板每個畫處包含四個白色發光的微型LED 其中三個前面分別加上紅、藍、綠的綠光片 讓它可以進行RGB的顯色 另外一個白色微型LED呢 它的作用則是在提高亮度 2021年的12月 LG Display發表了OLED EX技術 讓WOLED面板的局部峰值亮度可以突破1000Nits 而2023年1月 他們再發表了一個所謂的MLA OLED技術 就是在OLED面板前方加上一層微透鏡陣列 利用這個非常微小密集的突透鏡減少光的散射 讓大尺寸的OLED面板局部峰值亮度可以一舉突破2100Nits 所以MLA OLED就是一種高亮度型態的WOLED 那QD OLED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在2022年正式應用的一個新面板 每個畫處以三個有機微型藍色發光二極體構成 負責RGB三元色的顯示 而負責藍色的次畫處在發光之後呢 它不做轉換直接輸出藍光 負責綠與紅的次畫處發光後 則通過兩種不同奈米金屬微粒製成的量子點轉換成 把藍光直接轉換成綠光跟紅光 也因為採用量子點技術 所以QD OLED面板最大的特色就是具備非常好的色彩顯示能力 一般的OLED電視呢 最大的色域大概就是符合DCI-P3的標準 而採用QD OLED面板的電視呢 它的顯示範圍可以比一般的OLED電視在大上20% 而且QD OLED還具備很高的色彩亮度 在HDR顯示的狀態下呢 畫面的亮度可以呈現應有的色彩飽和度 而至於XLED、NEO QLED、還有QMED 通通都是配備Mini LED陣列直下是背光模組的液晶電視 所以通通可以歸類為Mini LED電視 至於QLED、NANO SALE 還有一些沒有標示奇怪名詞的電視呢 幾乎全部都是利用傳統LED背光模組製作的液晶電視 所以這邊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好的以上上面的名詞呢 你只要看到有Q的就代表它有應用量子點技術 包括QLED、QNLED、NEO QLED、還有QNED 它們的背光模組通通都是以藍光LED 或者是藍光Mini LED作為光源喔 當光進入液晶面板前 利用量子薄膜轉換成高顏色性的白光 目的五它就是要擴大電視的色域範圍 這邊有一個比較特別的案例 就是Sharp自家的XLED技術 也有應用量子點技術 只是它們沒有特別用Q來創造新的名詞而已 OK 另外就是上述電視名詞中只要有AND 包括NEO QLED或者是QNED 就代表它是LG出品的面板 這邊所謂的AND就是指NANO CELL LG直接將這類產品稱之為奈米電視 NANO CELL的做法是以奈米粒子綠光層 吸收RGB之外不純的色光成分 透過這種方式 它們主要目的就是提高電視的色彩純度 近年新的顯示技術不斷的導入 加上廠商之間的競爭又非常的激烈 造成市場上出現以上這些大量的電視種類名詞 所以經過我簡單的說明 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這些名詞背後代表的意思 下次當你買電視的時候 就不會再被這些專有名詞給搞得眼花撩亂了